大家好,北京这边的事儿,一大堆一大堆的 有的你是看得见的,有的你是看不见的 我们这期搞一个包子迪穷途目录的一个新闻联播 然后一起看看包子迪的日子到底怎么不好过 第一个是元老派,北大河提出的一个要求 说习包子我们可以维持它的基本的盘面 毕竟他是总书记,对吧 因为你把习包子一掌拍死,你又不给他定一个罪名 你又不把他彻底打倒,只要你不喊出打倒习近平 只要你不把习近平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变 那习近平就是中共的当选的领导人 即便他死了,即便他生病了,你也不能把他怎么低 你要维持这个场面,否则共产党就整个就崩了 但是元老派提出一个办法,不管怎么样 就像当年搞毛泽东那样的 毛泽东依然是党和国家的开国远勋 是国父,是中共的杰出的领导人 当然不让的,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 日常挂在天安门广场,给他修祭殿堂 但是对他的家人,对他老婆,对他的身边的走卒 对他的各种误国王八蛋,一个都不放过,坚决清楚之 所以我们就能看得到,跟毛泽东混的人都没好下场的 一个一个的,这个身不如死 比如说毛远欣,是吧,堂堂的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 聊天室的省委书记,一掌就派死,是不是,坐牢 说好多人都坐牢,是吧,念这个当年的白军英雄张铁山 都把他抓进去,你说张铁山有什么毛关系,是不是 抓进去坐牢,还有这个什么王洪文,一个造反派坐牢 最后死在监狱里面,王洪文怎么死的呀 王洪文是被搞死的,是被慢慢的吐毒死的 共产党中国有这么一些秘诀的 我就告诉你,他们有一套系统的慢慢放毒的计划 王洪文怎么死的 就是给他喂一种这个发霉的食物,让他得肝癌 就像刘晓波是怎么死的,是一毛一样 江青最后是怎么死的,也是一毛一样 我跟你说,甚至有人说习近平就是因为 这个有人给他慢慢的放毒 他爱喝中药,爱喝这个各种不同的那些破茶 最后完了以后就慢慢放毒 习近平是不是这么死的不知道 但是王洪文,江青,刘晓波这些人都是被同一种手法搞死的 这个胡锦涛这个人呢 据说现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全面指挥这个什么 灭包行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大的去了 所以元老派现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不清算习近平,但是必须清算他的身边的人 就像当年毛泽东身边的是王洪文,毛远欣,江青这帮孙子一个都不得好死 我跟你说,现在是喊出要清算习包子的弟弟,习远平 要把他的种种作妖要给他搞出来 到底是怎么偏钱的,到底是怎么搞各种坏事的 为什么国安局现在全力侵天 感觉到国安局是中国的一个小国务院 甚至是中国的一个小党中央 就这么说话的,说成这二样了 北京这边的说法 事实也是如此 那我们过去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几个说法的 说这个 发改委这个部门权力很大嘛 就称之为小国务院 是不是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部门 是小党中央 这才得了啊,共产党是一个党 领导一切的社会 现在有人就说这个 国安部是个小党中央 还不是小国务院,小党中央 谁在控制啊,习远平在控制 所以要清算他的罪行 哎呦,这个事闹大了 我告诉你啊,习近平他是把他加的 一点福气全都埋在了 习近平身边的人什么蔡奇 什么尼克强什么彭丽丸 一个一个的啊 都不得好死,你看着吧 即便是习近平还供在那儿 那也不得好死 这是共产党整起人 那是非常的可怕的 你看看王洪文当你怎么死的 就是说实话王洪文 他就是在毛泽东身边 就就就就就胡家 这个就虎威是不是 然后就是搞了一点点那个那个那个 带着一穿这个军装拍了一下 手他真没有干什么太多的缺点事 王洪文手上没有选 王洪文手上也没有协篇文章 搞中国的什么什么事 他能有多大个错误呢 是不是最多就是毛主席要用他 哥你毛主席要用你 你去不去吧 结果吧 王洪文是死的最惨的 张春桥 王洪文元 是不是都死的很惨 我跟你说啊 第二个这个席包子的事情是传出一个消息啊 说这个国防部长魏丰和啊 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军队的人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看不起席包子的 就当年这个什么 徐才厚郭伯雄为什么被席包子搞死呢 就是看不起席包子嘛 觉得席包子是个傻叉嘛 让他干五年然后去滚蛋嘛 是不是 说其实魏丰和也是这样子的 他们说魏丰和曾经当着这个所有人的面啊 在那里嘲笑习近平 习近平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战略吗 是不是 说魏丰和当面就嘲笑这个习近平 说你这个所谓的大战略啊 你就是一个半文盲的一个狂想曲 我这个话说的也挺有意思啊 这个搞的是有模有样的啊 那事实上他就是个半文盲嘛 哎 各种说法都有啊 这是第二个消息 第三个消息是什么呢 新闻联播嘛 咱多说几个啊 第三个消息说联合国的这个副代表 祝联合国大使叫做什么 叫耿爽跟他老婆一起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我不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俩是跟秦刚是好朋友 他们都老外交嘛 都是亲美的 现在整个亲美路线被席包子搞了嘛 就是他们现在就感觉到国内的形势不稳 干脆就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啊 等于细胞子到底是死了还没死搞不清楚 反正这种消息出来也是蛮有个意思的啊 土工中国乱七八糟的 就像我们看这个外交部居然不开新闻发布会了 一直要到十十十几号 十六号还是十七号才开始 今天才十一号呢 还有一个多星期呢 这么大一个国家 全世界的外交部 包括当年的那个伊拉克被美国打的时候 是不是伊拉克的萨拉姆 伊拉克的萨拉姆的儿子 几个他们所有的官员都不见踪影 但是伊拉克的外交部 伊拉克的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 那叫一牛逼叫撒哈夫是不是 美国人很欣赏这个人的 后来伊拉克的萨拉姆往垮台之后 撒哈夫再去向美国大使馆寻求这个政治庇护 说我要去美国 美国这边的这帮人也蛮搞笑的 居然就答应了 居然把他就带到美国了 所以这哥们现在在美国生活的日子好得很啊 有一个意思啊 所以现在中国也是这样 你看到没有 他你说伊拉克都快完蛋了 萨拉姆都快完蛋了 他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都在那里 呱唧呱唧呱唧 你中国你啥也没出现好像 你为什么不开会啊 你说你中国没出事 写那个门的都 第三个消息 第四个消息啊 说这两个全国的铁路啊 大部分都运营 现在只有短途的这个铁路运输客运 长途的尤其是从全国各地到北京的 很多在比如京广线到十亚庄 当时就不往北开了 那个东北的西北的都这么来的啊 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铁路都处在一个大部分 就是货运没问题啊 就铁路的客运 处在一个停运的状态 那就等这几天过去呗 看十五十六号之后发布什么消息呗 说这么做的目的是军方统一指挥的 是要防止这个习近平之死或者习近平下台引起民变 因为习近平他还是有几个粉丝的嘛 至少有全国有那么多五毛嘛 是不是靠习近平发工资养活的嘛 也是有个意思啊 然后第六个消息啊 第六个新闻联播是说这个各个盟户网站啊 基本上现在已经接到了这个一个命令 就是盟户网站所有的标题上面不准出现习近平 所有的习近平的照片都从盟户网站上面撤下来 连百度这样的搜索网站都撤下来 那几个意思呢 是目前就说只有这个新华网里面的有一个频道 习主席频道现在还有习主席的照片 其他的习主席的照片 习主席的体词习主席的这些那些的东西都撤下来了 你说你北京这边没出事儿 中国这边没出事儿 第八个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上海这边啊 所有的新华网站里面 关于习主席的著作全部都下架 一本都乌着牛啊 全部都下架了啊 这个东西你在网上是看得到的 是吧 所以你说不出事儿我才不信的啊 还有人说是什么呢 说这个啊 之所以全国铁路大面积的停运啊 是要抓习近平的人嘛 因为你在中国的你要逃 你要逃的话 你坐飞机肯定一抓一个准 但是你坐火车不见的是不是 要把这帮人全部给抓起来 唉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啊 但是有些个东西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啊 上海这边的这个消息啊 晚放后专访上海书臣 曾经一楼大厅C位置的习近平的所有的书籍的专柜 今日全部下架不见踪影 那你说北京没出事儿 你说你说上海帮的人没搞事儿 我才不信呢 新闻联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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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